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Let's Go CarPost Channel 上一集,我們帶大家來到廣州游船海飲早茶 帶大家開箱了這間人均只需300多元就可以入住的海月酒店 試吃酒店裏的自助晚餐 來到這次廣州游兩天一夜的第二天 我們會帶大家去試酒店的自助早餐 去距離酒店15分鐘車程的大型室內遊樂場 回香港之前,去高鐵站附近的夜市掃街 在出發之前,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下的鈴鐺 事不宜遲,Let's Go! 我們預訂的酒店套票,包了兩份自助早餐 同樣在二樓的market cafe享用 時間是由早上6點半至早上10點 這裡的自助早餐一般款式都有 例如麵包類 熱香餅、鍋膚餅 米利牛角包等等 小朋友喜歡吃的穀麥類早餐都很多款式 可以配全脂或低脂奶 而早餐必備的煞蛋、煎蛋、鵪裂都齊全 就連茶葉蛋和溫泉蛋都有 而點心裡就有蒸饅頭、糯米雞、雞蛋豬肉、腸粉等等 粥、粉、麵、炒飯都有 德國相比自助晚餐 早餐的款式味道比較簡單,選擇比較少 吃飽早餐之後,是時候出發去玩啦 在距離酒店15分鐘車程 有一個被大人小朋友盡情放電 不用曬太陽,還可以任玩過山車 跳樓機的大型室內遊樂場 大家想不想知道這裡是哪裡呢? 究竟值不值得來? 想知道的話,記住看完整條片啦! 終於來到廣州君明歡樂世界啦 這裡園區分為四個區域 包括廣州華夏世家、都市樂園、穿越火線 以及有兩個適合1.2米以下小朋友的可可樂園 以及刺威索尼克樂園 每個園區的開放時間都不同 大家出發之前,記住上網查清楚 這個歡樂世界是室內有冷氣的 可以一路涼冷氣,一路玩 不過這裡是逐個園區收費 我們就買了廣州華夏世家、都市樂園的門票 價錢分別為兒童票190元起 成人票的話就210元起 而兩大一世的親子票299元起 大家可以戴著手環當日無限次出入 可以出去吃東西,玩其他園區再回來 我們入場啦!世家樂園一共有三層 這裡有22款遊戲項目,大多數都是免費人玩 我們率先玩了這個室內的過山車 這個過山車有兩個車廂,每個車廂可以坐4個人 出發之後,過山車會換路軌,而且會加速行駛 最刺激的是,一開始過山車已經衝上三樓 之後垂直下滑,超大離心力啊! 中途過山車會減速,之後會再加速經過多個彎道 雖然過山車只有短短500米距離 但刺激感和離心力真是超高 煎叫聲喊到沒停過 而來到跳樓機,一排有4個座位 大人是要坐外面 開始的時候,跳樓機會不停上上落落 途中有離心力,不過就不太厲害了 比較適合小朋友 而機動遊戲還有宇宙陀螺 旋轉巨人 賽博驅動 感覺就適合小朋友來玩多些 另外,這裡還有三間狂野系列的4D電影館 有不同的主題 它開放的觀賞時段都不同 我們就試玩了其中一個 電影館裏面一直吹強風 都幾凍一下 而來到三樓,這裡是要買遊戲幣玩的遊戲區 也有很多寶吉工製機 最吸引我們的是這個碰碰車 這個就不用額外加錢 場地有燈光射到地上 按回自己碰碰車的顏色,食金幣就可以拿分了 另外,這裡還有鬼屋 VR電競 加入尋寶元素的迷宮 密室逃脫 和世家頭文字D 同樣都是在這一層 玩完世家樂園 我們就走到另一邊 去到真人CS 穿越火線 火線戰場園區 這裡的門票分為 雙人競技票 1小時199元起 單人競技票 1小時128元起 是全球售家 正版授權的 穿越火線 火線戰場的綜合主題樂園 透過場景 Wall Game競技 和VR 還原槍戰體驗 首先進來大廳 穿好裝備 之後選擇競技戰場 包括有阿拉斯加戰場 無盡戰警 黑色城鎮 和練兵場 軍事迷必玩呀 這個歡樂世界 除了有適合大人的刺激項目 還有適合小朋友放電的地方 這個可可樂園 是其中一個適合1.2米以下的小朋友玩 園區裡是夢幻粉飾系 有多個遊樂設施 包括旋轉木馬 波浪滑梯 波波池 大積木 和億字閱讀區等等 園區門票分別為 親子一帝一世票 170元起 成人配同票 20元起 另外這裡入園區 一定要自備防滑物 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廣州君明歡樂世界 比較適合小朋友 而樂園的好處就是位於室內 都不怕風吹雨打 這裡還設有免費停車 商場 餐廳和超市等等 樂園環境大 而且乾淨 冷氣都充足 不過 我們就覺得門票比較貴了 我們比較建議遊玩路線大家 如果假日來的話 可以一早來到世家樂園玩 因為排隊的人比較少 吃完午餐 來玩穿越火線 另外 如果大家帶小朋友來的話 可以去買可可樂園 和次衛索尼克樂園 溫慶提示 建議大家來玩 要穿休閒服飾 女士們不建議穿裙 因為很多項目都要攀爬 另外就是要置備防滑物 現場買的話就100元一對 每個遊戲項目 對於兒童的年齡和高度都不同 玩足一日 是時候要去填飽那套啦 我們就選了廣州南鎮附近的夜市掃街 在廣州君明歡樂世界 打車去到直川夜市 大概需要1小時3個字 另外如果大家搭地鐵的話 夜市距離大石地鐵站 只需要走5分鐘 直川夜市是每日的下午5點開始 就會有流動攤販聚集擺檔 目測過這裡 大概6點半左右就開了 美食攤檔的重複率不算高 而價格也不算貴 我們就買了一份6粒的蘑菇蝦 蘑菇都幾大粒 鮮甜爆汁 走過少少就有一間 著打古早味胡泥餅 3件的胡泥餅只是需要12元炸 還可以混合款式買 而款式都有很多種類 包括招牌類 肉鬆或者麻薯系列 胡泥餅即叫即炸 香脆口感 不會太甜 這個是夜市唯一一當純手工打造的糯米打糕 它的味道有花生、芝麻、芝麻花生、紅豆和肉鬆 味道都可以混合地買的 1分28元 因為它可以自己點選 想要多少錢 它便會把那個份量給你 我們就叫了紅豆和芝麻花生餡 强强咬銀像麻薯一樣 外層還鋪滿黃豆粉 另外 這裡的車輪餅性價比高 價錢都幾便 而且足齊爆餡 買了一個粒粒紅豆和有椰子肉的椰子味道 兩種只需9元 最后还买了一盒6粒的 凤蜜芥末味章鱼小丸子 免陈灑满芝菜碎和淋上满满的凤蜜芥末酱 小丸子外脆来远夹杂住的鱿鱼粒 除此之外,夜市还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例如秋豆腐、肉隔膜、凉拌小食 和酱香饼等等 整体来说,夜市的美食选择多少,价钱又便宜 可惜的是部分摊档,都没有摆桌椅 要站起来吃或打包拿走 素佳吃饱后,是时候要回香港了 今次我们选择了广州南站乘高铁回香港 在回去之前,我们用永安旅游APP预订高铁票 在首页选高铁火车票,再输入出发地点和日期就完成了 广州南站,广州南站是广州市里的一个集中转城中心 一共有5层,集合了铁路、巴士、的士 和广州地铁2号、7号、22号线 还有佛山地铁2号线等交通工具 人流超庞大,大家记住要预留时间 避免塞车或要排队 这间位于三楼等口厅的人信双皮奶 是大部分旅客都会打包的手信 味道有原味、焦糖味、脆香椰粒、红豆等等 还可以加入户园 买完之后,植园还会好贴心 看看你的高铁搭多久车程,摆回相对应的干冰 不用担心用或变 上皮奶最长可以放7天 因为我们去广州南站的时候都比较晚 得分焦糖味 一场来到,买了一盒试一下 上皮奶都算是滑溜 不过焦糖味比较重,偏甜一点 扣了奶味,加上一碗要18元 份量有点少,价钱就贵了一点 如果有兴趣都可以一试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住赞好,订阅,留言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见,拜拜!